采摘 智瑶将军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 人力物力 才找到了绝岭花 反好无损 多伯王子必定会重上 可是现在呢 花成了这样 要力大足 真要拿过去献上 结局如何 谁都难以预料 可是如果不采摘 一旦完全变成白色 就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再想找到第二朵 又不知何年何月 转过头来看向聂云 你看少年的目光 坚定不可动摇 只好摇了摇头 摘下来吧 是 一看将军没有怪罪他 王耀也是松了一口气 连忙上前 采摘药材 需要一定手续 不过不是特别的困难 王耀这种王进强者 平时也没手干 很快呀 就把药材给取了下来 平整的放在月盒里 这株药材进入月盒了 药材的灵气消散的速度 顿时减少了 趋于平静 王耀 大军回撤 药材 采摘完毕了 继续留在这里 没有什么大意义 只要将军一招手 吩咐王耀带着兵士 准备离开 将军 你们先行离开吧 我想在这里看看 明天想办法追上你们 一看军士们准备离开了 聂云并没有跟着他们 而是上前向将军说了 你留在这里 有没有危险 要不我陪你一起吧 绝连花的事情 已经出现问题了 只要将军可不想眼前这位皇子 再出现什么变故 不用了 没有什么危险 我只是觉得药材突然变成这样 有些奇怪 想在这山上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聂云笑着说了 那好吧 我们在山下扎营等你 只要将军见他这样说 不再多问了 点了点头 在山下 聂云没想到 对方 让这么多将士等他一个人 有点不好意思 想要说些什么呢 但是见他态度 也非常坚决 只好苦笑一声 那好吧 我随便看看 就会下来 告辞 智瑶将军带着兵士离开了 碧尔小姐想要留下 纠结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跟着父亲下山的 众人离开了聂云眉毛 再无之前的模样 他的眉毛扬起 紧盯着之前药材生长的地方 神色明中 之所以 没跟着众人下山 和他说的一样 是想寻找一下 绝灵花衰败的原因 只不过呀 这件事情有些怪 参与的人多了 反而非常麻烦 因为他要市长很多 混沌海洋中的秘书 万一要被别人发现什么 皇子的身份 就等于被拆穿了 开始吧 珍惜一口气 捏云手指一弹 一片叶子出现了掌心 如果智瑶将军看到 肯定会认出来 正是绝灵花的叶子 不知何时落入他的手 手掌这么一晃 一道矮矮的光芒 从掌心射了出来 叶子在光芒的照耀之下 缓慢漂浮起来 整个叶子边缘 散发出淡淡的金色 这是绝灵花上 一片普通的叶子 之前花朵衰败 伴随微风掉在地上 被他捡起来 追踪之气 寻找灵气消失根源 叶子悬浮 念云随手 结出几个手印 一道追踪之气 猛的就点了过去 嗡 一阵能量波动 叶子的尖端呢 陡然在空中 调转了方向 向山顶指着过去 在山顶 念云用的是 追踪之气 以及混沌海洋的密码 寻找绝灵花 出现变故的原因 绝灵花不可能 无缘无故就衰败 灵气无故散失 肯定有什么东西 隐藏在暗处 悄悄地吞噬其生命力 和当初无量宫的 药源是一样的 无量宫的药材 是因为启灵草 吞噬了他的精气身 这才萎靡不振 随时都会死了 此时的绝灵花 应该也是一样 被什么东西 给吞噬了力量 才在半天时间里头 由淡紫色 变成了斑斑 绝灵花 能让环宇神界 一个王子派兵寻找 足见珍贵 如此珍贵的药材 能被某种东西 吞噬掉灵气 差点死了 这件东西 岂不是更加可怕吗 正因为想到这一点了 聂云 动了找到根源的心思 上去 一看这片叶子 指明的方向 是在山顶 聂云也没有犹豫 身体一晃 手指抓紧 峭臂的突袭 一步一步 爬了上去 他现在的实力 虽然不弱 只要不能飞行 上山就会非常麻烦 幸好肉身 强低 力量也十足 即便是山崖陡峭 也拦不住他 叶子在前面带路 他就跟在后面 一步一步 向上爬行 刚开始 他真有些费事 过了一会儿 山势陡峭程度 也降低了 那速度 一直越来越快 不到半个时辰 就来到了山顶 这座山峰啊 在整个 罗济山脉上来说 算不上是最高的 却也不低 站在峰顶 向下一看 四处全是云海 宛如屏幕一般 把这地面给遮住了 你别说看到 治遥将军几个人了 就连他刚才来的平台 都找不到了 四周云幕之中 偶尔由几个山峰露出来 就如同啊 刺破苍情的栗阵一样 挂在天地之上 给人一种 进入先进之感 走 他可没有心情观察美景了 而是看向眼前的叶子 聂云手指再次一点 来到山顶 他已经感受到追踪之气 追踪的根源距离越来越近 似乎随时都能找到 悬浮的叶子 在他的力量控制之下 继续向前 聂云紧跟其后 一步一步前进 这山顶上的面积很大 一眼也是看不到尽头 上面 长满的古白 叶子被洁白的冰雪覆盖 聂云施展轻身的武器 走在雪地上 天刻之后 来到一个宛如山包的所在 这个地方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如果不用叶子追踪的话 即便来到 也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此时叶子停下来了 恐怕之前 绝灵花无故 灵气消失 和这儿有莫大的关系 破 并止作剑 聂云猛的向眼前的山包 就劈了过去 轰的一响 雪花飞溅 泥土分开 山包露出下面的情况 是个地下裂缝 不知 半年到哪里 漆黑一片 一眼看不到尽头 估计 让绝灵花 失去灵气的根源 就在裂缝里 聂云心里的猜测 眼前的这个裂缝并不大 他这种身高 根本就钻不进去 不过呢 叶子既然找到这儿了 很可能根源就在此地 进去 取出了一柄长剑 剑蒙会咋 对着地面就刺了过去 剑气呼啸 地面的岩石 虽然坚硬 面对他强大的力量 依旧是抵挡不住 很快就被他挖出一个 远亦许一个人进入的通道 哼 念因身体移动 由鱼一样 钻了进去 用剑挖开了地面 刚开始都是泥土 还比较容易 过了一会儿 几乎都是岩石的 速度就变慢了不少 没办法 念云只好施展最强的招数 大眼天际剑 这招是从炎黄殿学来的剑者 的确是强大 岩石碰到轻易就变成粉末了 挖洞的速度比刚才还快了几分 不过呀 如果要给创出这套剑法的强者知道了 这位学到剑法的后人 第一次用剑 并非对敌而是挖洞 恐怕会给活活气死 一边挖一边前行 足足经过两个时辰 念云觉得身体一清 脚下一滑掉到一个洞里 之前的裂缝非常狭窄 不足一人进入 这里却是豁然开浪 增加了数十倍 就如同地下风电 应该不是人为的 而是地面变动形成的裂痕 念云仔细看了一会儿 他心中判断 这个巨大的溶洞和上面的裂缝是连接在一起的 看样子应该是自然形成的 而不是人为的 因为这里没有丝毫的人为气息 山洞内到处都是硫磺的味道 一道道热浪不时是扑面而来 让人如同来到火炉跟前 手腕一翻 把这片叶子再次取得出来 轻轻一点 叶子指明的方向 沿着裂缝 念云向这个方向 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原本 这溶洞里面是炽热难带 谁知道呢 越走越凉爽 再走了一会儿 居然就听到了水声音 好像有河流经过 山脉之中也有地下水 叶云只是没想到 炎热和凉爽相隔不远 宛如两个世界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 绝对怀疑这不是真的 走了一会儿 眼前出现了一个更为空阔的石洞 头上到处都是倒挂的石笋 之前的水声啊 正是由石笋上方流下来的 沿着笋尖滴在地上 形成了一条 涓涓细流 呼的一下 叶子停了下来 指向一个方向 顺着方向这么一看 涅云脸色变 呼吸立刻变得急促起来 地脉灵损 难怪绝灵花的灵气被吞噬干净 没想到居然有这种好东西 地脉灵损 是地下特殊环境形成的一种保护 完全是由灵气汇聚而成 一万年只能生长一毫米 眼前的这根灵损啊 空体翠绿 足有一尺多长 倒挂在一根 岩石上 还没来到跟前呢 就感到灵气逼人 让人全身毛孔 不由打开来 这种灵损 涅云虽然没有见过 可是啊 却是听说过一些 是天地脉搏形成的 如果要服用了 对人的肉身禁忌 有着极大的帮助 原本呢 他就以为这是个传说 没想到居然这是真的 灵损有灵 想要采摘没这么容易 一旦失败 坠入地面 就会消失不见 再也寻找不到 必须小心 见到如此珍贵的宝物啊 内心虽然激动 但他没有慌张 地脉灵损 因为是地脉形成的 与地脉有着 一脉相成之感 如果不能一下子 他采摘了 将其抓住 一旦要接触地面 就会立刻消失不见 你再也寻找不到 手掌一抓 掌心出现了 数十根振齐 轻轻一抖 这振齐像四周飞的过去 打眼功夫 就落在了 灵损下方的地面 不止成一个阵法 九星散灵阵 真挤是聂云利用 纳鲁世界变化出来的 只有主宰级别 但是一旦阵法启动 能够更好地将四处散发的 灵气波动隐藏 让人发觉不了 地脉灵损这种宝物 即便是对黄境强者 都有很大的帮助 不能让别人知道 采摘的时候 绝不能让灵气释放出来 否则 治妖将军现在看起来很尊重他 一旦知道有这个东西 他能不能把持在处 那可真就不好说了 一举拿下 不是针法布置好了 聂云看好自己和灵损的距离 仔细推算了数十遍 再没有疲了我 这他目光如电 身体移动如同幻影一样 就冲了过去 哗一下 并止作剑 剑忙苦笑 地脉灵损属土 兵器属金 五行相生相克 土生金 土多金埋呀 动用金属兵器 地脉灵损很容易逃走 只能利用剑气 这剑气凌空对着灵损就刺了过去 聂云的动作非常快 灵损的灵性才刚发现危险 电气就已经来到身边了 根本就抵挡不住 一声催响 一尺多长的灵损 从空中向下坠落 一道巨大的灵气波动啊 猛的就散发出来 就如同飓风一样 向它冲击而来 被这股灵气那么一冲 聂云身体晃动一下 前进的速度不由自处 受到阻碍了 就是短暂的停顿了 如果我不想办法 灵损就会直接钻入地面 你再也找寻不到 一声冷哼 聂云手掌一撞 地面的九星散灵阵 立刻起动 阵法一运转 阻挡住了他的灵气 立刻被阵法给吞噬 接住阵法的吞噬力量 他的速度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啊 还增加了一次 扎眼功夫来到灵损跟前 轻轻一抓 蒋旗捏在了掌心 这灵损被抓了呀 立刻不停地挣扎 想要逃窜 宝物到手 聂云哪能让他如愿呢 掌心金光一闪 精神一动 碧绿色的地脉灵损 立刻从掌心消失 哪儿去了 被他授起纳乌世界了 到了这儿 他是世界的掌控者 对方你再想逃走 几乎没可能了 呼的一下 聂云进入纳乌世界 进入纳乌世界的主损 不知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立刻向地面钻去 和地面一碰 顿时给弹了起来 本以为可以轻松钻进去的地面 此时呢 却将他给弹出来了 这十孙呢 叫声中满是迷惑不解 同时也露出了恐慌 作为地脉灵器形成的宝物 只要接触地面 任何人都抓不住 大地强者也不行 怎么这个地面 他钻不进去呢 早就猜到了这种局面 聂云轻轻一笑 在纳乌世界里 他就是创世者 地面能不能钻进去 那还不是他说了钻 听到笑声了 地脉灵损似乎知道 是眼前这个少年搞的鬼 猛的一转 对聂云宠的过来 就如同一道利剑 直刺而来 地脉灵损是天地灵物 他拥有一定的灵性 一旦要拼了命 还是有着极强势力 如果说在外面 这一下聂云肯定要躲避 对方就有可能趁机逃走 不过可惜的是 这里是他的纳乌世界 地 聂云轻轻一指 冲过来的地脉灵损 就像被禁锢在空间之中 速度对他没了作用 抹杀 伴随着再次轻壳 其中的灵性 立刻消失的一干而净 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 纳乌世界的一处山峰上 聂云盘膝坐在光滑的岩石上 上身赤裸 全身的皮肤犹如烧红的大架 微微泛红 这汗液泉水一样 从全身的毛孔流了出来 在地上形成了一滩水泽 咳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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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刚筋一般搅动 发出力找抓地的声音 身体像是拉紧的弓弦 随时都会蹦出超越本身的力量 呼 肌肉紧绷之感松下来 聂云睁开了眼睛 把这地脉灵笋收进纳乌世界 他就开始修炼了 不愧是超越绝灵花的宝物 只使用了十分之一不到 他就感到全身激动力量 暴增了一大截 地脉灵笋并非是服用的 而是蒋旗给粘成粉末 利用穴道的呼吸融入身躯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毅力 和极好的耐心 呼的一下站起身来 聂云双臂扭转 全身肌肉焚起 就好像拉满的工钱 向前这么一阵擦一下 纳乌世界立刻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黑洞 笔直向前蔓延 横跨亿万公里 所到之处是山脉崩塌海水清浮 厉害 聂云眼睛一亮 纳乌世界的空间法则 虽然比不上环宇神界 经过这么多天的蜕变 也远朝三大至尊域 如此坚固的世界 被他肉身一拳打成这样 足以说明力量 单凭肉身 我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封王巅峰了 距离所谓的圆满 也只有一线之差 推算自身实力 聂云满是激动 地脉零损 也不会是整个混沌海洋 都找不到的宝物 只使用了十分之一不到 就如此效果 那真是相当可怕 经过零损的淬炼 肉身力量饱满 一举一动 都带着极强的威力 全力施展的话 堪比颠峰王者 也就是说 现在的这种实力 再遇到那两头小的穷楼兽 同样能够全身而退 甚至战而胜之 好脏啊 确定了实力 聂云这才发现 一番修炼过后 全身都是淤泥 隐隐呆着 脏臭之意 这是淬炼肉身 再次把体内的杂质给逼出来 就如同洗筋发索 脱财换骨 精神一动 体表的污泥落在地上 露出里面极白光滑的肌肤 经过淬炼以后啊 皮肤比以前更加白嫩的 毛孔细小 光滑如解 如果不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单是从肉身来看 还以为啊 他没有丝毫力量 这是不学无术 小白脸 单以皮肤来说的话 此时的他呀 恐怕比比尔小姐还要好 原本就不俗的面孔 看起来是更加英俊 不知身上的杂质 淤泥弄干净 聂云觉得是神清气爽 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离开了纳欧世界 出去吧 得到灵损之后 直接进入纳欧世界了 所以他出现的地点 还是灵损所在的溶洞 从原路回的话 又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此时肌肉力量大增啊 刚好可以试验一下 现在在山体的内部 只要找准一个方向 就能顺利的离开 聂云推测了一下方向 拳头捏紧 力量运转 对眼前的墙壁 就吹了过去 轰隆隆隆隆一声响 巅峰王靖的肉身力量 让他就如同一头人形怪兽啊 拳头和岩石这么一碰 远超主宰神兵的岩石 立刻碎裂开来 出现了一条数十米的通道 经过地脉灵损 淬裂的肉身 似乎和地脉拥有更好的切合度啊 攻击地面岩石的话 威力更大 聂云愣了 随即他眼睛瞪圆了 按照正常的情况 即便是巅峰王静 一拳砸下去 也最多出现一个一人大小的孔洞 现在这样直接蔓延数十米 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 可是事实呢 他就做到了 他再傻也明白过来 这次不但是肉身力量增加了 经过地脉灵损的淬炼 身体对地脉的契合度 更高了 出现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契合了地脉 形成了共振 和地脉形成共振 虽然不能让它和敌人 战斗的时候更加强大 却是能够控制地脉 出其不意 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啊 地形式丹田居然也来到了前列 心中高兴像汽海中这么一看 再次愣 之前 以前排名靠后的地形式天赋啊 此时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来到了十几名左右 仅仅挨着五道师天赋 有了吞噬天赋 炎火天赋和剑道天赋的先例 聂云知道了 因为吸收了地脉灵损的力量 地形天赋肯定也有了极大的进步 脸上顿时一醒 地形之气 融合 精神一动 地形丹田一道气息融入了身体 顿时在混沌海洋里 与地面相融的感觉再次出现了脑海 难道和以前一样能够地形了 这种感觉在体内生出呢 聂云心中冒出一个想法来 环宇神切的法则和混沌海洋不一样 之前无往不利的大道在这儿 也变得非常普通了 再没了以前的效果 这就好像地形丹田 以前只要融合地形之气 走在地面以内和走在平路上 没有什么区别 自由穿梭 而来到环宇神界之后 这种能力就消失了 地表坚硬不过 再也无法穿梭 想想也就是事实了 环宇神界地面的坚硬程度 堪比混沌海洋的主宰神兵 如果在这里能够自由穿梭 岂不表示主宰神兵 刺在身上也没有任何效果 再说 环宇神界的人 出生就能够领悟三千大道 地形师天赋真是有用的话 恐怕人人都能在地下穿梭了 不过 此时地形之气在体内旋转 给了他这种感觉 好像是回到了混沌海洋 地面对他再也没有什么智库了 试一下 想到就做 最多也就撞一下 精神集中 地形之气在体内加快速度运转 和脚下的地面完美的契合在一起 一步跨出去 撞在一侧的岩石上 头破血流 岩石碎裂的情景 没有出现 涅云的头颅瞬间就钻入岩石里 好像眼前并非坚硬的石头 而是流水一样 哈哈 果然可行 涅云哈哈一笑 果然和在混沌海洋里一样 可以轻松钻进地面 再次实验地形 这种能力呢 以他现在的实力 在混沌海洋 可能是鸡肋 没有太大作用 但是到了这 用处可就大得多了 至少啊 根据他知道的消息 即便是黄境强者 也不可能轻松钻入地面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了这种能力 以后又多了一道保命的手段 哪怕遇到强者 也有能力逃走了 有了地形能力了 离开溶洞 再也不是问题了 时间不大 身体一松 从山里头 走了出来 这里距离地面 已经是不远了 也就是说 通过这么长的时间的行走 已经来到山脚下了 这都接近下午了 估计知遥将军 都有些着急了 看了看日头 发现已经开始偏西了 聂云有些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呀 因为之前跟知遥将军说了 天亮就回来 现在呢 已经日头偏西了 足足超出了六七个时辰 恐怕对方啊 真有些等得着急 沿着山脚走了一会儿 果然看到一个军营 扎在不远处 还没来到跟前呢 智遥将军几个人就走了过来 绝灵花找到了 罗济山 再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 智遥将军 已经通知了手下 让他们全部带队 向山外出发了 离开山外 再进行会合 留在军营的聂童 自然跟他们一起走了 聂云回来 这边也直接就拔营了 向山外走去 逻辑山并不大 但是众人步行的速度并不快 一直走了接近半个月 这才离开 前面那个就是火神宗大本营 火神城了 其他人应该先到了 等我们过去 离开了山脉 又走了一天 智遥将军向前一指 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一看 果然 看到一座巨大的城墙 山岳一样 出现在眼前 无数高耸的建筑 乌云一样 乌样样的 远远这么一看 黑压压一片是遮天笔日 火神城 聂云眼中露出光芒来 虽然说不知道城内的情况 但从外面就能看出城市的防御 固若禁堂 各种玄傲的阵法林立 即便是不运转 都带着让人难以看明的玄傲 足见设计这个城市的强者 比他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来到环宇神界 足有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要进入城市了 真正进入这个世界 即便是他 都有些隐隐的激动了 这半个月 他并没有停止修炼 体内的力量 也比之前浑厚多了 不过 依旧停留在封王中期 至于肉身 地脉灵损虽然是好东西 受限于他的实力 电话再多 也只能停在封王巅峰 无法再做突破了 这段时间里 比尔小姐也过来找过他 为了不展露对火焰的控制能力 并没有给他治疗 再说 比尔小姐体力的火焰 也并不厉害 倒也不是太着急 火深城 有我们治疗营的驻地 之前来的时候 专门准备的 按照时间推算 你弟弟他们 应该随着队伍 早就到了这里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下午 就能见到他了 一看聂云 看向眼前的城市 治疗将军笑着说了 聂同几个人 所在的大本营 在罗纪山的中部 更靠近火神城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比自己几个人 更早到达 好 聂云笑着点了点头 众人继续前行 火神城并没有太大要求 很容易就进入 这个城市 是火神宗的大本营 虽然对其他的势力 要求很严 但是一个数千人的军队 对他们来说 影响不大 而且 治疗将军手中 还有所谓的文术 又不是第一次过来 时间不长 众人已经走在了 城内的街道上 火神城使用的是火神壁 是一种特殊的流石铸造的 能帮助火神修炼者 提升实力 知道眼前这位皇子 是从山里头出来的 没见过什么事 废童紧跟在身后 详细给他解释 能够帮助火神修炼者 提升实力 看来这个火神壁 和灵石的效果差不多 聂云心中有了推测了 当初 福天大陆流通的钱币 正是灵石 这个东西不但能够购买物品 还能帮助修炼 看来这个火神币 也有类似的作用 通过一路的了解 聂云知道 九大势力都有各自的钱币 各不相同 进入一个势力范围 首先你要兑换相应的钱币 方能购买物品 皇朝发行钱币 能更好的掌控经济 维持皇朝的稳定 不过 流通上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因此 环宇神界除了各自领域的钱币 还有一种通用的货币 这个货币和之前聂云使用的灵石是一样的 只不过级别更高一些 叫做神石 其中蕴含浓郁的环宇神界的气息 任何修炼者都可以从中 寄取力量进行修炼 神石的数量稀少 每一枚都非常珍贵 不太容易获取 因此 这个东西 只出现在大型交易之中 普通市井交流 还是火神币居多 这就是火神币 蕴含火神大道的气息 任何人都无法模仿 非同取出一枚硬币来 逼了过来 夜云低头一看 哦 这种火神币和火焰一样 呈鲜红色 卧在掌心呢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就如同拿了一块暖玉一样 硬币的正面 雕刻着一个老者的模样 精神靠近就可以感到一道火焰之意 从中传出来 烧有不慎 灵魂都有可能灼伤 难怪能让火焰修炼者实力提升 这道火焰 蕴含火神大道的奥秘 看了一眼 聂云就明白过来 火神大道 超越天道 玄奥无比 领悟的越多 实力进步越大 只不过呀 这个火神币当中 虽然说拥有着玄奥 那这含量实在是太少了 想真要借助其中的玄奥修炼 必须准备许多才行 听说火神币 是火神大人亲自炼制的 再有超越天道的力量 任何人都无法仿制 作为交易货币 才不会贬值啊 见他看得认真呢 费通说了 哦 无法仿制 把玩着手中的火神币 聂云本来还不太在意 听到仿制这个词啊 他突然心中一动 他有纳乌世界 可以复制 任何不超过世界力量的东西 就好像他现在可以 轻易复制主宰神兵一样 这枚火神币 只是一个交易的钱币 没有兵器的攻击力 纳乌世界应该可以 轻易的承受啊 甚至其中的火神气息 现在的他 烟火担天尽急 利用火神之气 模仿这种气息 应该非常简单 火神大人再厉害 领悟的大道 再精准 炼制火神币的时候 也将力量分散 毕竟一个人 要炼制一个地狱 无数人使用的火币 而他呢 一道火神之气 铸造一枚火神币的话 精雕细朵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嗯 可以试一试 想到这儿 你也云眼睛亮 心中生出一种 难以遏制的兴奋 如果能够复制对方的交易货币 以后想要什么东西 都可以轻易买过来 就再不怕修炼资源 不够了 才行 心中有了决定的 聂云不许多想 随即向街道两侧看去 不会是火神宗的老巢啊 强者的数量 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店铺外面叫卖的 很多都是主宰级别 一些店主 路上的散修 也都是半部封王 走了一会 还看到数位封王强者 一个个实力啊 都不在他之下 甚至还有黄敬强者 看到这些 聂云才知道 为何火神宗 允许制邀将军几个人 随意进入 他们这种实力啊 在对方眼里头 什么都算不上 可以轻易灭上 自然也就毫不在意 如果一直在混沌海洋 还以为封王 就是天地间最巅峰的强者 到了这儿才知道 这种想法是多么的渺小 这叫神兵阁 出售各种各样的兵器 封王神兵都有出售 不过这价格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购买的 这是灵药店 许多药材都能买到 不过并非丹药 丹药每一个都价值不菲 没有玄机店的人出手 普通丹药 效果不大 这里是镇法堂 里面拥有完整的镇盘 只要链化阵盘 想要布阵的时候 灌输力量扔出去 就会形成镇法 非常方便 这鹿两侧各种各样的店铺 费同一个一个给他解释 不会是环宇神经 物资丰富程度 让人惊奇 这里每一样扔到混沌海洋 都能让无数强者强迫脑袋 而在这儿 大部分都是地摊货 随便一些火神币 就可以购买 费同虽然是一个画牢 见识却是不少啊 一路上解释给他 让叶云增加了不少见识 住处到了 住的地方距离城门不远 很快治瑶将军微微一笑 声音响起来 抬头一看 一座府邸出现的眼前 不算雄伟 却是十分宽敞 数千人住进去 丝毫不感到拥挤 集合 众人来到门口 一个声音喊出来 随即无数兵士是七刷刷集合 在宽阔的院子里 站成了防队 之前聂云去智瑶营的时候 大部分将士都不在营地 此时全部汇聚 人数果然不少 足有两三千之多 最低的都是主宰机灵 夹在一块 气息集中 声势害人 让人宛如 置身浪潮之中 心生恐惧之意 这些兵士经过战斗的洗礼 一个个意志坚定 配合命令 可以施展出超出想象的力量 参见将军 将士们是七刷刷败道 起来吧 智瑶将军 浅浅说了一句 聂同呢 不去看智瑶将军统领军队 聂云在人群当中寻找 按照道理 聂同如果在这儿呢 看到他出现必然会过来 怎么到现在他没见到呢 聂云眉头皱起来 心中隐隐生出一种不安来 就算是修炼吧 外面这么大动静 应该也会出来看看 怎么半天不见人影 这不太符合弟弟的性格 不过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这件事情再急 也只能等着智瑶将军呢 整完了队伍 再进行询问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紧张 智瑶将军并没有耽误太多时间 很快将士们全部回到自己的住处 众人的眼前只剩下九个分顿的统领 范重 留在营地 让你好好照顾的那位聂同去的那里 怎么没有见到人呢 只要将军知道皇子担心什么呀 他没说其他的话 直接开口问了 当初早的时候 把这聂同交给了范重 照看着 怎么自己几个人回来 没见到呢 哎将军 一听问起聂同来的 范重啊 语气都有点 不一样 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怎么回事 他去了哪里 看到这副表情夜云心中一紧 一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异漫心头 哎这 范重犹豫了一下 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来说吧 这位聂同是非生者 入城的时候被查了出来 已经被联合执法队抓走了 现在估计 已经被杀了 一个统领见他说不出话来 所以他开口回答了 你说什么 聂云已经头皮炸开了 两步来到了这位统领跟前 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吗 那个聂同 他是非生者 被执法队阵出来 给抓走了 这个统领并不知道聂云的身份 一脸的不屑 对于非生者来说 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 环宇人 天生就带着牌子 觉得他们抢了修炼资源和机会 从内心深处就带着仇深 聂同被查出来是非生者 被执法队里抓走了 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什么时候抓走的 为什么不说 聂云脸色阴沉下来 如果说刚被抓走 就通知智瑶将军 完全可以让他将自己飞着带过来 那个时候想办法解决 应该比较简单 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肯定麻烦大了 前天入城的时候 就被抓走了 一个非生者而已 被抓了 正好 这种事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位同龄脸上一道兴奋之醉 非但没有因为人被抓感到难过 反而还带着畅快之感 他斜眼 看了你一眼 你是什么人 这么关心一个非生者 不会你也是非生者吧 闭嘴 一看对方这副表情 聂云正要发怒 一侧的智瑶将军当先呵斥呢 眼前这位是谁 这位可是皇子殿下 说皇子是非生者 这不是找死呢 告诉我 在哪里比抓他 你说的那个执法队 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不计较 你刚才的话语 不理会制邀将军的话 聂云冷冷等着眼前的同名 他的眼中杀机赤裸裸 毫不遮掩 龙有逆力 聂同就是他的逆力 如果这家伙乖乖配合倒也罢了 不配合自己 不介意 把他杀了 气脚 你算什么逗计 和我这么说话 这位统领 没想到一个封王中期的少年 敢和他这样说话 火气一下子就穿了上来 气得是放声大吼 不过吼声还没结束呢 一个手掌突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什么 这位统领足有封王后期的实力 本以为对方就算是生气 封王中期也算不上什么 根本就不能拿他怎么样 谁知道这手掌的速度超出了他的想象 才一发现已经来到跟前了 双手急忙迎上去 他想要抵挡 咔咔一架 一连串脆响 挡在胸前的双臂被手掌这么一抽 全部断裂 啪的一下 击断了他的手臂 手掌是于事未消 狠狠就印在了这位统领的脸上 这家伙惨糊都没来得及发出 一个跟头倒飞出去 满嘴鲜血 牙齿掉了一粒 躺在地上 极其狼狈 哗啦一下 聂云直接对一位统领出手了 顿时惊住了其他人 除了飞桶以外 剩下的七位统领 全都七刷刷握紧了兵器 甚至有些啊 已经把腰刀拔了出来 一时之间整个院落杀气腾腾 弥漫着一股让人恐慌的气息 煮烧 只要将军向前一步脸色沉了下来 还不把兵器给我放下 这件事情他全部看在眼里 都怪这个不识好歹的同理 说实话 这家伙一点演了价没有 自己都和这个少年说话这么和气了 再傻你也应该猜出身份不凡了吧 还敢降罪 这不是找死吗 生气属下没眼色的同时 他也是暗暗心惊啊 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皇子的时候 他的实力只有王靖中情 和王靖后期强者战斗都力有不殆 而刚才随便爆发的力量居然和巅峰王者差不多 这种进步 威免太大 难道 这就是大地血脉的优势吗 想到这儿 他更加确证了眼前少年的身份 也只有大地最亲的血脉 才能拥有如此进步 普通人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 听到将军呵斥了 众人都不傻 立刻都明白过来了 眼前的这个少年的身份 他不简单啊 一个个面面相聚 只好乖乖的 把拔出来的兵器 又慢慢的收了回去 大人物怪 这件事 还是我来说吧 你看聂云的目光依旧冷漠 刚才被打伤的统领 只要不说话 就会再次出手 范重 急忙向前一步 这件事情由他而起 自然不能躲闪了 说吧 有人要回答了 聂云不再理会被打伤的这位统领 紧紧的盯着眼前的范重 是这样的 我们前天进城 刚好遇到了执法队的人 他们说要临时检查 有没有非生者混进来 我们也没办法 只好配合 后来 就和之前说的一样 聂同大人被查了出来 说是非生者 直接就给带走了 知道 这回要不好好说 下场会和之前这个统领一样 范重苦笑一声 联盟说 从你们手中直接将人带走 你们无动于衷啊 不管怎么说 这些人都是兵士 如果不愿意让对方带人 也不可能使用强制手段吧 我们 没想到他是非生者 曾和执法队质疑了几句 谁知对方拿出了巡查令 确定了他的身份 我们这才 范重有些知之物物了 其实话不用说完 聂云也能听出来 刚开始执法队随便抓人 他们还理论了几句 但是对方确认了聂同 是非生者的身份 这些人便从距离力争 变成看热闹 从当初刁勇 冠灵等人的话中 聂云就知道 环宇神界的土著居民 对非生者还是抱有很大成见的 执法队是什么人 住在什么地方 知道对非生者的态度 是环宇神界自身问题 他也无法解决 聂云也不再纠结 继续询问 现在可不是教训这些人的时候 既然这个所谓的执法队 是保守一派的人 就必须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要不然弟弟真有可能遭遇危险 执法队又叫联合执法队 是除了吴边海 剩下八大势力中保守派 联合组成的一个执法部门 主要目的是在神界范围内 寻找非生者 并将其抓捕 直到这位皇子 苏醒的时间不长 又长时间生活在山林里 只要将军生怕他不明白 连忙给解释的 抓捕非生者 难道吴边海不管吗 聂云眉眸一皱 结合冠灵沸桶几个人的话语 他知道吴边海是非生者 组成的联盟 负责保护非生者 怎么对八大势力 联合组成了这样一个组织 却无动于衷呢 这是大势力之间的博弈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听小道消息说 无边海之所以不管 也是想磨练一下非生者 想要成为人上人 必须吃的苦中苦啊 如果这一贯都过不了 以后的成就 也注定有限 至瑶将军说了 在至瑶营 他说一不二 是堂堂的将军 但是放在整个 环宇神界 地位简直太低了 高层之间的决策 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听到他的话 聂云已经猜测出一些来 无边海虽然是非生者组成的势力 毕竟只有一个 双拳难敌四手 八大势力联合 势单理孤 不可能推翻他们的决策 无边位 可能是最后的底线 成不了无边位 肯定没什么前途 留与不留 都变得无所谓了 与其为了这些无所谓的人 和八大势力闹红脸 还不如给个人情 一举两得 这种执法队呀 每个城市都有 如果在莆天城 我或许 还能想办法打听打听 但是在这里 他们的根据地义在哪 我就不太清楚了 至瑶将军接着说了 因为牵扯抓捕非生者 执法队的老巢 非常隐蔽 不是绝对忠心的人 不可能知道 不清楚 念云一听 脸色难看 火神城方圆不下百万公里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没有方向胡找的话 给上十年 也肯定找不到 这该怎么办 如果说这是在混沌海洋 可以用血脉追踪的方法 或许呀 追踪师的办法 就能把他找到 不过呢 刚才他感应了一下 对方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将弟弟的气息 给完全屏蔽了 这种屏蔽 非常霸道 即便是血脉相连 都觉察不出来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弟弟一出现 这样的危险 他就敢知道 而不是现在才知道 不能用追踪的方法找到 又不知道执法队的人在哪 这 可怎么找呢 我要找到执法队 看向志尧将军 聂元的话语 没有请求 没有询问 带着命令的味道 弟弟出现危险 现在什么都管不了的 既然对方认为自己是皇子 那就动用这个身份 只要能找到执法队 把弟弟救出来 一切都知道 这 这是火神城啊 我几乎是姨妈黑 实在是 没有办法呀 听出来聂云口中的意思 志尧将军是一脸苦笑 是将军你又怎么样了 你又不是火神宗的人 在这里本身就是个客人 怎么可能找到执法队呢 听到他的话 聂云脸色一沉 正在想该怎么办 身后一个声音 响了起来 聂云 或许我能帮忙 转头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有求于他的 碧儿小姐 我是火神宗的弟子 或许能帮你打听到 执法队的所在 一看聂云看过来 碧儿小姐急忙说了 不错呀 刚才关心则乱 把他给忘了 他是火神宗的弟子 有他出面寻找火神城 执法队的住处 应该比志尧将军几个人 容易得多 事不宜迟 现在就出发 想到这一点 聂云不再耽误了 凭借你们现在的势力 到火神宗最快的速度 也要两天两夜 我送你们过去吧 志尧将军这个时候说话 那就有劳了 这里尽管是火神宗的老巢 但是宗门驻地并不在城内 而是在城外的火神山上 凭借他们二人的矫程啊 不日不夜的赶路 至少也得需要两天的时间 志尧将军送 那就不一样 认为黄性强者能够飞行 速度比步行要快得多 火神城 虽然说没有进飞的条令 不过也只能沿着道路飞行 离开道路 进入居民区 很容易被各种阵法击落 毕竟人人都有秘密 尤其是一些大家族大势力 飞到他们头上 就等于在他们头上 放了一把利剑 肯定不会晕去 直到聂云心机如焚 志尧将军也不敢耽误 带着二人就离开了远落 片刻就消失在众人面前 他们离开许久 这院子里的人 才有人打破了沉闷 这个人正是范蟲 飞童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一脸惊恐的看向飞童 不由他不害怕 这个少年 被一位统领打得重伤趴下来 志尧将军非但没怪罪他 还带着八戒的味道 身份怎么会简单呢 什么身份不能说 不过就算他杀了将军 都没人敢报仇 你应该明白 飞童说了 杀了将军都没人敢报仇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个瞪圆了眼睛 满脸惊恐 志尧将军虽然在皇朝的地位是不高啊 却也算得上是掌握实权的人 被斩杀没人敢说报仇 这个人的地位该有多高啊 真的假的 难怪将军如此态度 这个少年到底是谁呢 怎么从未听说过皇朝有这样一号人物呢 好了 聂云大人的身份不能说出来 你们只知道很尊贵 那就行了 飞童哼了一句 环顾一周 看众人全都一脸羡慕的看过来 心中带着敬畏之意 他也是不由一阵兴奋 他第九分队因为人少 一直被其他的统领瞧不起 平时见到这些人 那都是低头哈腰 对方是横眉冷漠 这么多年了 也只有今天呢 低声下气的向自己问话 而这一切 都是这位皇子大人带来的 皇子殿下刚从山里出来 对很多事情都不清楚 我要好好尽忠 获取他的信任 这样才能走得更高啊 这个时候啊 废童的心里头 暗自下了决定 前面就是火神宗了 我是莆田皇朝的人 不方便过去 碧尔 你带殿下过去吧 黄径强者的飞行速度 非常快 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来到了一座巍峨的高山前 正是火神宗 宗门所在地 这个山叫火神山 治尤将军呢 是普天皇朝的将军 身份比较敏感 直接进入火神山的话 很容易被别人误会 麻烦就更多了 好 碧尔知道这种情况点了点头 招呼聂云一声 二人沿着山路 缓缓向前行走 聂云虽然有这皇子的身份 实际上知道的人不多 反倒不会引起什么麻烦 二人都是王景强者 上山的速度也非常快 不到一个时辰 就看到一排排 宏伟的建筑出现在眼前 火神宗 到了 什么人 他没有进入宗门呢 就被几个守山的弟子给挡住了 我是那门弟子 碧尔 这是我的令牌 这位是我专门请来 为师父疗伤的医师 碧尔小姐向前一步 把代表身份的令牌 给递了过去 来的路上 二人就商议好了 聂云现在的身份 是帮他师父治疗伤势的医师 这样能够很容易就进入宗门了 原来是碧尔师姐 接过令牌 几位守山的弟子看了一眼 就确认了他的身份 其中一个头领 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碧尔所在的分支 日渐衰落 也不是他们这些守山的人 能够比拟的 可以进去了吗 把令牌放入怀中 碧尔看向对方 师姐稍等 我们例行公事检查一下 就会马上放行 这位弟子一脸笑容 手掌一动 一个特殊的灵符出现在空中 散发出一道温润的光芒 把聂云给笼罩在内 天课之后 这几位弟子笑了一声 请进吧 多谢 比尔小姐点头了 带着聂云向宗门里面走去 刚才是检验你的实力 没有达到黄境 就不存在什么危险 一旦要是达到黄境了 还需要提前申请 说明自己的身份 方可进入 一边往前走 碧尔小姐一边给聂云解释 聂云知道啊 一个势力想要长治久安 必须小心谨慎 并不意外 而是改变话题问 现在我们去哪儿 你怎么帮我打听执法队的消息 弟弟现在是什么情况 让他非常着急 不尽快找到执法队所在的地方 就难以形容 我的想法是带你先去见我师父 只要我师父肯出手 找到执法队所在的位置 应该不难 碧尔小姐回话了 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弟子 对守护山门的人来说 低位可不低 和火神宗这样的庞然大物要比 那就差得太多了 因此 想要打探执法队的消息 恐怕还要他师父出手才行 只要师父能答应 十之八九还能找队 对方准确的位置 好 叶云想了一下 也明白这是最好最快的方法 比他自己胡乱打听要好得多 当即啊就点了点头 对了 过一会儿见到我师父 你尽量少说话 我师父脾气有些不太好 万一弄巧成拙 那就麻烦了 第二小姐小心翼翼说了 师父的性格有些古怪 一旦和这位皇子殿下要闹起来 再想让他去打探执法队消息 就恐怕没这么容易了 放心吧 我会注意的 聂云说着点了点头 为了能找到执法队 找到弟弟 你别说手说话 就算是受点委屈 挨顿打 那也算不得什么 一看少年点头同意了 碧尔小姐松了一口气 他焦须一动 加快速度 向前走去 火神宗 虽然只是一个宗门 没有成立什么皇朝 但是宽阔无比 占据了整个山峰 房屋 也是 智刺临比 如同一座宽阔的城市 到处都是修炼者 每一个实力都极强 聂云只看了一眼 就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里 最普遍的弟子 都已经达到了 皇境的修复 碧尔小姐这种皇境实力 算是最低层面 紧跟在碧尔小姐身后 聂云不敢乱走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虽然看不出来四周有没有阵法 却是能清晰感受到一种恐怖的力量 紧盯着 真要是敢在这里胡来的话 绝对会被当场轰杀 渣都不给你剩下 火神宗 比起普天皇朝远远不住 可毕竟是环宇神界的一流实力 占据实力中的一个 迪运之强 不是他现在实力能够挑衅得了的 前面就是我师父的住处 我先进去和他说话 你过一会儿再进来 进入宗门 沿着道路又走了一个多时辰 来到一个院落之前 碧尔小姐停住脚步了 交代了一声 嗯 去吧 聂云懂得李叔啊 所以他也没有着急 站在院落外面 等了大约有十多分钟 这才听到院门 嘶压一声 碧尔小姐再次走了出来 师父 让我带你进去 碧尔小姐走到前面 压低声音 我师父 人称碧落仙子 你过一会儿称呼 碧落前辈即可 而且 说到这儿 碧尔小姐脸色一红 面容有些扭捏 怎么了 看到他突然露出这种表情 聂云有些奇怪 我们 我们这一脉 门棍是很严的 按照道理 我不能带人过来 尤其是男子 师父更不会接见 之所以见你 是因为我和师父说 你和我有婚约 是我父亲定下的 碧尔小姐脸红欲低 混约 没想到他们分支 还有这么古怪的要求 聂云 眉毛一皱 好吧 心里头 虽然不高兴 但是为了得到执法队的消息 聂云 还是点了点头 推门进入院子 一道清香密克 扑面而来 这院子里不大 却是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 安静淡雅 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沿着花间小镜 向前方的毛屋走去 走了不几步 就看到一个背影 站在花丛中 这背影高挑嵌寿 一席紫衣 安静的站在花丛中 和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宛如一副静谧的图画 灵月 看到这幅画面 心中不由自主 生出第一次见到 坦台灵月的时候 心中忍不住一阵激动啊 不过紧接着他就明白过来 眼前这个人并非是坦台灵月 两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坦台灵月是一袭白衣 对方呢 是一袭子一 灵月的实力 也远远比对方低 眼前这个人 虽然没有刻意示战力量 但是全身融入自然 和周围环境是完美结合 不用看就知道 远超制妖将军 绝对是一位黄境强者 之所以能把他认错 是因为眼前这个人 和坦台灵月 给人一种相同的气质 冰冷沉默 生人勿扰 心中正在胡思乱想 眼前这个子一人 缓缓地转过身来 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副 明亮动人的双眸 宛如深夜最耀眼的星辰 玉面略带寒映 皮肤洁白如纸 站在那没动 就能让无数人着迷 聂云本以为 碧尔小姐的师父 会是一个中年女人 没想到如此年轻 容貌甚至不下于 坦台灵月 她观察对方 这位碧落仙子 也在观察眼前的 这个少年 她的容貌 她知道的非常清楚 别说男人 就算是女人见到了 都会有短时间的失神 失去自我 眼前这个少年只看了她一眼 随即恢复青年 让她不由另眼相看 在下聂云 见过碧落千辈 聂云宽宽宜抱拳 眼前这个碧落仙子 尽管是远超碧尔 容貌天下无霜 但是她 有了坦台灵月 落青城两位 红颜之机 不会因为对方容貌而失态 你要找执法队的住处 碧落仙子的声音响起来 如同溪水敲动山时 雨滴打响芭蕉 停在耳中 说不出的舒服 正是 聂云点头了 我有一位朋友 被他们抓了 我想救他出来 聂同现在的身份 是个非生者 如果他要承认 是他自己的弟弟 他非生者的身份 肯定也就落实了 所以暂时 说是朋友 他是非生者 果然听到他的话了 碧落仙子 直接问了 是 聂云也没否认 既然这个所谓的执法队 能够抓走聂同 肯定是确定的非生者的身份的 与其说隐瞒 还不如直接爽快承认 你放心 非生者被执法队抓走 并非必死 闹不好 还是一次机遇 不用着急 碧落仙子回答了聂云的话 啊 机遇 聂云不明白啊 从环宇神界土著 对非生者的仇视态度来看 既然给抓住了 肯定得斩杀了 或者是惩罚 怎么会有这样的机遇呢 无论是执法队 还是八大宗门强者 都以超脱天道为目的 只有超脱天道 才能成就大地级别 永生不死 半骨不灭 而想要超越天道 就不能伤天合 执法队的人 要是抓住非生者就杀 其中的冤孽都会夹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的修炼越来越难 再无法进步 天结也越来越可怕 难以抗衡 碧落仙子说了 原来如此 聂云一听眼睛亮了 换作他和别人这样说呀 肯定听不懂 不知所云 但是聂云可知道 当初在天地六道就有过这种情况 只要是生命 都有自己的因果和冤孽 杀得少 或者因仇之类的杀人 冤孽可以不沾染到身上 其他情况都会进入灵魂 融入身去 让其晋级的时候受到更大的天结 修炼也更加困难 难以进步 所谓的冤孽缠身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啊 除了那些以杀戮冤孽入道的强者 一般修炼者都不愿意多造杀孽 这样对别人 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 听到毕落仙子解释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明白了 为何无边海会允许执法队出现 执法队也不想多造杀孽 即便是抓到了飞生者 肯定也不会轻易斩杀 只要不杀人 孽童竟能保证是安全的 弟弟可以说和他一路走 对于保命的手段 聂云还是比较相信他的 如果不杀 那他们会把飞生者怎么处理呢 松了一口气 但是聂云呢 心有余悸 还有开口 问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毕落仙子摇了摇头 师父 已经三百年没下过山了 外面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了 毕尔这个时候插话了 多谢前辈指点 还请前辈告知执法队所在的位置 聂云又开口了 虽然执法队不一定能直接杀人 但是被抓的人受折磨 肯定是无可避免 必须尽快把弟弟救出来才行 告诉你无法 不过以你现在的势力 想去救人 恐怕很难呢 毕落仙子看了聂云一眼 话语并不赞同 还望前辈告知执法队的势力 知道对方不可能无敌方式 聂云再次一抱权 如果说执法队实力真的太强了 他只能考虑用其他办法 毕竟想要救人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自己安全都无法保证 还救什么呀 执法队由八大宗门杰出弟子担任 实力最低的都达到了王静中期 圆满王静 黄静的都大有人在 火神宗不属于八大势力 为了避嫌 这个范围的执法队成员实力 虽然说不会太强 但是统领的人 至少拥有圆满的王静 碧罗仙子说了 圆满王静 聂云脸色一凝 他肉身尽管进步很大 也最多就和颠峰王静 战斗 遇到圆满王静 能跑多远 就得跑多远 不可能打赢人家 真要有这种人坐镇呢 想要救出孽童来 无疑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是 碧罗仙子不再多说了 看了少年一眼 本以为听到这个消息 对方会退缩啊 谁知道呢 他目光惊讶了一下 紧接着变得更加坚定 当即点了点头 既然你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执法队的位置 就在城北 金元访市的地下三层 多谢 听到对方说出确切的位置 聂云眼睛一亮 这个所谓的金元访市 他还不知道在哪 不过既然有了名号了 找人打听打听 就肯定能够找到 好了 你也知道地方了 可以离开了 碧罗仙子说完摆了摆手 再次转过身去 师父 碧尔一脸着急 他连忙说了 聂云可以 帮助你治疗 身上的火毒 看来他将聂云吞噬之力 能够解决火毒的事情说了 不用了 走吧 碧罗仙子也没转身 师父 碧尔再次喊了一句 我可以直接离开 不过 如果我没有看错 前辈体内的火毒 霸道无品 不治的话 恐怕活不活三个月了 对方都已经把执法队 所在的位置 无条件直接说出来 聂云可不想 欠别人的恩情 看了一眼 他也说话 先不说这个女子 和谭台凌月的气质 有些相似 就算单看碧尔的面子 如果能出手相救的话 也肯定会出手 三个月 碧尔脸色变得惨白 三个月 什么概念 弹指之间 他一直都知道 师父这些年 奋力压制火毒 可能距离大限之日接近 做梦都没想到这么短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不错 虽说前辈压制得很好 但是体内火毒蔓延 身体生机泄露 已经出现衰败之下 不治疗的话 三个月 都是最保守的估计 聂云摇了摇头说了 他并非威严怂平 虽然对火毒 他了解的不多 但是拥有木生之气 生机强弱 还是很容易就看出来 眼前这位毕罗仙子 修为高深 尽管压制得很厉害 表面上看不出身体有恙 还是没有瞒得过聂云的眼睛 体内生气泄露了 如果不尽快的治疗 三个月 那还是他多说了 闹不好两个月都撑不到 你说的不错 我的确还活不过三个月 毕罗仙子露出了惊讶之色 他转过身来了 本来他一看眼前这个年轻人 实力又不高 为了救人还有些鲁莽 心中不免生出失望之意 觉得对方不可能治疗活动 这才让毕尔送客 但是他没想到 对方的准确判断出 他还能活的时间 这让他不由不惊讶 他身体的情况 很多人都知道 但还没有 能知道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就连这个唯一的弟子 毕尔都从未言明过 怎么这个年轻人一语说出来 足见他的眼光独到啊 说到这儿 毕罗仙子心中生出一丝期待来 三个月 师父 和毕罗仙子的惊讶不一样 听到师父承认了 只能活三个月了 毕尔的眼眶一红 是焦躯颤抖 自从来到活神宗 他就和师父在一起 在他心中师父的地位 比起父亲智瑶将军 那是丝毫不差 这一听 随时都会死 如何不着急 他连忙转过头来 看向眼前的少年 聂云 求你救救我师父 我可以想想办法 聂云点头了 火毒到底多厉害 他自己不清楚 所以啊 也就没有把话说死了 你是神农传人 还是普天皇朝的人 犹豫了一下 毕罗仙子问 他 他是皇朝的一位皇子 此时为了能够救师父 毕尔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本业云的真实身份 给说出来了 反正师父也猜出来了 真要是治疗的话 一旦使用吞噬之气 也能认出来 没有必要隐瞒 皇子 听到这儿原本满是期待的 眼神再次暗淡下来 毕罗仙子 摇了摇头 普天皇朝的皇子 血脉荣日吞噬大盗 的确能将我体内的火毒 寄取出来 不过 这种毒气太过强大 没有办法排除 如果真这样做 等于将我体内的毒 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非但没有什么作用 还要害臣 还不如不错呢 这 毕尔一直认为 普天皇朝皇子的吞噬能力 能将火毒给吞噬出来 没想到 还有这种说法 禁不住 满脸着急 念云都是他找来的 万一啊 因为旧人沾惹了剧毒 万死难辞切救啊 但是不救的话呢 师父又活不过三个月了 一时之间呢 惆怅百计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和他想的不同 听到这个话 聂云看向眼前的碧落仙子 他的眼中带着敬佩之意 其实这些火毒太强 很难排除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 毕尔小姐也不知道 完全可以不说呀 只要不说 一旦治病 再知道那就完了 不过呢 这样做对方体内的毒 肯定能减轻不少 等于他活下来 虽然说不厚道 但是能保住性命 可是眼前这位碧落仙子 明知道自己活的时间不长了 最多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他拥有着 可以活命的机会 他居然还拒绝了治疗 就是不想害人 足见人偏 人偏 如果是神农传人 就没什么问题了 碧落仙子摇了摇头 失望之意是一语言表 只可惜呀 神农传人 已经不知多少年 没有听过了 刚才一听少年一口 说出他还能活的时间 以为对方是神农的传人 白白高兴一场 也是啊 神农传人都已经不知多少万年都没出现过了 怎么可能给他随便就遇到呢 神农传人 你也能看了过来 是上古神农大帝的传人 我查过历史 上一次出现 是在五千万年前 这个人 医术同天 别说小小的火毒 就算是变成一堆白狗 都能够让其复活 这可惜呀 如此天才 一次秘境探险 意外殞落 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了 碧落仙子洁白的玉面上 露出了淡淡的失望 如此人物 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 九大势力任何一个都会邀请成为做上宾 可惜呀 天度英才 年纪轻轻就陨落了 我不是神农传人 不过 试一下也无妨 有危险 可以中途停止 不管你神农传人还是什么 都离自己太遥远了 聂云犹豫了一下说了 火毒他就算厉害吧 大不了先试试吧 实在不行再说呀 拥有了无尽丹田 可以随意复制天赋 再加上阳火丹田 剑道丹田的进去 他还是有很大自信的 还是算了 火毒比你想象的可怕多了 如果能够轻易终止 凭借我的实力 可能早就炼化了 碧落仙子继续摇头了 他并不同意眼前的少爷冒险 普天皇朝的皇子 真要出现什么问题 他也担待不起呀 既然这样 一看对方言辞肯定 聂云正想拒绝呢 随即看到碧尔求助的眼神 他心中叹息一声 如果前辈担心 我可以先帮碧尔消解治疗 他体内的火毒 应该没有前辈这么可怕 要是能够轻易排除体外 就不用担心了 碧落仙子实力强劲呢 火毒真要特别厉害 贸然实验 闹不好就得栽在这里 碧尔不一样 他的实力和自己又相差无几 体内呢 又融合了自己炼制的火龙之灵 就算是火毒 比想象的可怕 也应该能够对付 试一下 碧尔消解体内的火毒 他都觉得危险 那么对方也只能放弃 毕竟 他就算很想救眼前这位碧落仙子 也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 开玩笑 是啊师父 让叶云先给我试试 如果我能够治疗 就能帮你治疗 听聂云这么说了 碧尔小姐露出感激之色 他连忙说了 这 碧落仙子犹豫了一下 他看向弟子 目光中带着宠爱 希望 你能救治他体内的火毒 不能救治我的 也无所谓 我们这一支的悲剧 希望 能从他身上停止 好 我现在就试试 不过 能不能成功 也不敢确定 念云又说了 不过 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密室 不希望任何人过来打扰 那个房间 是我静修之地 周围不有尽致 即便是我 不触碰 不触碰 静置都无法偷听 偷看里面的情况 碧落仙子向前一指停顿下来 如果你能解决碧尔体内的问题 救人的事情 我可以帮你出手 我可以帮你出手 多谢 没想到对方给了自己这种承诺 聂云点了点头 眼前这个碧落仙子实力非凡 能出手帮助的话 救弟弟的把握 肯定会大 很多呀 走吧 有了对方承诺了 聂云放心了不少 当先走进了房间 房间没有什么私人的东西 也不像什么小女孩的闺房 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式 挂件 只有一张床 一个桌子 和碧落仙子一样 干净淡雅 带着淡淡的清香 现在 就开始治疗嘛 二人进入房间了 外面的阵法立刻就启动了 不光外面的人 听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面的人呢 他也看不到外面 比尔小姐刚才为了 让师父相信 说要聂云给他治疗 此时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想到这火毒所在的部位 脸色立刻 又变得艳红了 这个位置他实在是太尴尬了 是的 现在就治疗了 叶云点了点头 看了女孩一眼 他微微一笑 突然五指张开 猛的就抓了下来 这一下速度 相当快 力量又足 谁都没想到他会突然出手 你要干什么 比尔小姐瞳孔一缩急忙后退 难道眼前这个人这是想硬来啊 说实话 说好治疗了 已经打算就把最隐秘的位置给对方看了 这种事对于女孩子来说 算是最大让步 居然他还有得寸进尺啊 否则他突然出手 什么意思啊 可恶 没想到是一个道貌暗然的家伙 心中火气升起来 比尔是羞愤交加 之前对于眼前这个少年 他还是很有好感的 如果真的开始治疗 必然是赤裸相见 行动一身相许 也不是不可能啊 可是这家伙竟然如此无耻啊 还没说治疗呢 直接出手了 让他的感官直接就下降到兵电 呼 聂云可不知道 女孩子心中想的是什么 他的眉毛扬起来了 五指如电 全身的力量蹦射 像是把眼前的空气都给刺破了 眨眼功夫 五道剑气分别从五根手指射出来 瞬间就把比尔小姐彻底笼罩了 比尔小姐本以为他的实力超过对方 对方只是抢占了先机而已 只要他力量完全展开 就会反败为胜 谁知对方力量完全施展出来 他立刻就像陷入了汪洋大海 想要挣扎 无能为力了 可恶 没想到对方的实力达到这种地步 比尔小姐有些慌了 他体内的火焰力量立刻从身体 血窍迸射而出 这狂躁的热冷瞬间就把笼罩四周的剑气一样 燃烧殆尽 麻烦 没想到比尔小姐反击这么厉害 聂云有些郁闷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身体一晃七身来到跟前 这要换做别人 哪怕你是圆满王境强者 遇到比尔小姐全力施展火焰 都会暂避风吧 急速后退 可是他不一样 烟火单天晋级了 让他拥有火神之气 这种程度的火焰 与他起不到丝毫作用 是吗 比尔小姐 显然他就没想到 这个人会突然来到跟前 瞳瞳一缩 再想躲避 来不及了 只觉得后脑勺一疼 眼前一黑 噗通 倒在地上了 把比尔小姐给打昏了 聂云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看向地上的郊区 走了过来